那维鲁斯继续拿没有问题啊 嗯 是吧 把塔姆扳了 我还要垂时不拢 同时提醒大家 半卡解锁 普发定制拉杆箱 惊喜之旅即可启程 方帕拉斯一般会在第三手 把辅助拿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 就是他选的辅助 怕的刹特他的 再把它扳掉 是 也是要保一下 自己下路的一个 不劣势吧 就让对面没有更好 开他的那个英雄 嗯 维鲁斯南枪 南枪应该是不会选的 上一场比赛 小天的盲森 节奏也很好啊 嗯 毕竟也是冠军皮肤 马上就要出了 是 拿鳄鱼的话 就有可能走蜘蛛了 不过感觉还是万豪 这种更稳一点 我觉得还是会跟上把拿一样嘛 因为既然就是 我上把赢了 那这种下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我就选择我 刚刚玩过的 可能手感更好一点 而且也是对手不变 我不变嘛 对 是吧 因为一滴机这场 他们暂时也没有变着 你就是帮他一手 塔姆而已嘛 对 最近这种BP太多了 我们已经看了 半个多月这样的比赛了 对 对吧 复刻一下 除了女枪的这个 现在选举率 好像似乎没有 一开始那么高了 对 依然都没变 还是这手拿辅助 然后帮辅助 上一手拿的是塔姆 上一局的时候 现在塔姆没有了 那感觉崔石真的挺不错的 是可以拿 下路有一定进攻性 对 或者说他还想打上半区的话 他就这手出一手布隆 但如果是布隆的话 也不用这手出了 对 不急 崔石看一下这边的选择吧 崔石 还是要保一手 就是维鲁斯作为一个 没有位移的脆皮 是吧 那肯定得保一保 崔石拿了 那边保石一般 把保石 那这样卡里斯塔在线上 甚至方帕斯这一手 再搬一手泰坦 那你说Maker 有没有可能去出个巴德 巴德 巴德就是 但是巴德 我感觉打的垂石也不舒服 而且巴德 其实就是去 比如说去控这个维鲁斯 他意义不大 维鲁斯他本身是 就是一件一件设的 他并不是就是持续输出的 就是他打他 就是收益不是特别高 对 如果带会心的话 对吧 对 就没有什么好的辅助的话 那就只能有可能是 这个万豪要去辅助了 对吧 黄奈石去把他丢出去的时候 他也是有一个 比较好的进场位置 然后也是可以 多一手生命的保障 这场我感觉 EDG因为之前 第二场比赛 他们拿出那个 前期有个卡里斯塔 后期有个黄金 这个组合似乎在中期 有点吃不住 所以这场比赛 我感觉他们中路要辩证 EDG有希望拿出 刀妹猪妹这种组合 我觉得 看一下吧 这边宝石跟泰坦都搬了 现在剩下比较好的辅助 像女坦布隆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们 因为我觉得女坦打 这个垂石线上 还是挺难受的嘛 他们要不为团战考虑的话 可以考虑是拿手布隆 这样打一个反手 能力比较强 瞎子 你不变我不变 这瞎子应该是必拿的 现在就看EDG 这边怎么辩证了 是 方普拉斯目前也就是 因为塔姆被搬了 塔姆替环城锤石 环击 我觉得要不打点节奏 就刀妹 这种英雄 刀妹吗 他现在亮手 潘森 克烈 我觉得是不是刀妹直观一点 就对于SCODE来说 我觉得应该刀妹 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 我觉得也不错 但是这么选的话 进战太多了 因为上野本身就已经是进战 如果中单再出进战的话 等于上中野三进战的话 其实阵容上来说的话不太理解 而且他鳄鱼这手拿下来 有可能是色体中单 对 毕竟他之前也玩过 而且他的辅助概率也比较大 其实我觉得他辅助比较好一点 因为EDG现在这个阵容没有AP伤害 色体辅助 色体辅助 赛拉斯中单 鳄鱼居上 先出的一个中单赛拉斯 那其实对面阵容 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用的大招 就维鲁斯可能就更 就最好一点了 相对来说吧 对吧 没有那种很给力的盘控阵容 盘控大招 而且就是进攻压力 还是在EDG这边 EDG要就是先手到 方波拉斯这边才可以 但是有垂死宝 然后瑞兹他本身是一个 就是伴奏法师也不太好 就是能把他给瞬间处理掉 打到中后期的话 方波拉斯这边 一面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 因为上一场比赛 对EDG已经输了嘛 那这场其实 赛拉斯替换掉黄鸡 我没有看出一个 很大的一个就是改观 就是这场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那继续拿一个黄鸡也可以 就是你拿一个赛拉斯替换掉黄鸡 我不知道这个点在哪里 对 这个赛拉斯去替换黄鸡 我觉得首先他也是个发育英雄 他也是个发育英雄 他推线能力甚至还不如黄鸡 而且对手还没有很厉害的大招 可能就是拿赛拉斯 因为赛拉斯对线能力很强嘛 他可能就是要在 就前中期迅速建立优势 然后赢下比赛 他觉得可能 不想跟你翻普拉斯打后期了 我就跟你打前中期 前中期优势够了就直接赢 但感觉赛拉斯本身 现在这个英雄在线上的压制性 已经大不如前了 至少我觉得在早期的推线方面 甚至还不如黄鸡 那你面对一个瑞兹 是否瑞兹这场比赛 他前期能过得更加舒服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问题要留一下 就其实我想的这一点 是因为他这一手 必须要补一个中单的法师嘛 所以他只能在法师里面选 然后配合中妹比较好 他又想拿一个近战 来配合他打一个被动 那好像只有赛拉斯可以选 而且赛拉斯这个英雄 他的发育期是比黄鸡要短一些的 比如说他有了一些装备 就可以直接去游走 并且他可以偷到对面瑞兹一个大招 然后去做一个位移 就有可能这把EDG 是想打一个超快的节奏 因为他赛拉斯是先出的嘛 就可能是没有考虑到瑞兹这个点 所以说看一下他怎么 远不动了是吧 看一下怎么发挥吧 这我觉得倒没什么问题 就是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嘛 就是拿出赛拉斯 他的成型要比黄鸡更快一些 那这样的话 可能中期节奏上面有一些弥补 我觉得这可能是EDG 所想要的地方 就是上一场比赛 在中期被赛拉斯所击溃了 这场我在中期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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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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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因为其实我昨晚有 有悄悄看一下Rookie的直播 悄悄看吗 然后对他当时正好有一把 是在打赛拉斯这个英雄 他提到赛拉斯可能前期现在对线 会被压制一些 但是这个英雄 他有一波去下路游走 直接一波团 好像打了五六个人头吧 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持续作战能力很强 如果你跟对面拉扯的话 你靠你一波一波技能 一个打伤害的收割能力也很强 主要是如果你前期 方普拉斯这边没有过 找出一个减治疗的话 那这边一个赛拉斯 他组W的收益非常高 他每波回复的话 会给到对面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确实如此 那正好也问一问 霸哥跟这个英雄有没有兑现过 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赛拉斯也在上路频繁出现 赛拉斯我是挺怕的 因为赛拉斯最喜欢干什么 你知道最喜欢偷石头人的大招 那就一偷就完了 而且本身他也是AP 然后他偷一个石头人大招 他甚至伤害比石头人还高一点 对 而且就算对上 石头人对上赛拉斯 就会极其痛苦 因为你吓唬他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回血的英雄 他直接跳你脸 他没血来吸你一口的感觉 就很难受 跟石头人 本身石头人比较油 然后碰到赛拉斯 遇到一个更油的 但是当然那个时候 赛拉斯去上单 也是比较久远的那个版本 那个之前了 所以这场拿出赛拉斯在中单 能不能比较完美的去替换掉黄金 弥补黄期中期伤害的不足 我们还是要再看一看 这场比赛EDG所展示给咱们的 这场比赛其实EDG 怎么说呢 变得不是很多 搬掉了塔姆这个点 替换掉中路黄金这个点 换了手辅助 换了手辅助 对 然后也导致方克拉斯那里 塔姆的阵容也没有怎么变化 我觉得可能对于方克拉斯来说 这场比赛 至少上一场比赛赢下来 他们会更有信心一些 对于这场阵容 对 所以这把EDG 因为五个人都是短手 都要冲进去打 只要他们冲进去 方克拉斯没有拉开的话 我觉得正面EDG的一个胜率会比较大 因为他们毕竟有鳄鱼 然后卡雷斯塔来打一个持续伤害 然后这边的一个万豪跟猪美 打一个进场去打一手控制 然后后续还有一个塞拉斯可以来收割 他们这边的一个团战是比较分明的 那方克拉斯这边 他们其实没了塔姆之后 防先手能力会没有那么的强了 所以说如果EDG这边可以一波 直接把方克拉斯绑掉的话 他们团战是可以赢 但方克拉斯这边要做的 其实就是跟上一场一样 防着对面的一个先手 然后保证一个团战的拉扯 是 我觉得刚才同期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你这场本身上路是个鳄鱼 辅助又是一个色体 那卡雷斯塔又是进攻性 依旧是延续了两场比赛的卡雷斯塔 就是你权限是一个进攻 权限是一个冲面 这个有可能在中期EDG 是想跟方克拉斯去打一个硬碰硬的 就是寻求跟你碰撞 就是我就跟你拼了 我最为常了 如果输了的话就最为常了 就是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我不想后退了 因为我已经没有后退路了 没有撤退可言 对 就是破腹成舟了 只能干 是 我觉得这个气势是可以 对 气势是可以 但是方克拉斯本身这个队伍 它强碍就强在中期 方克拉斯也是很讲究 去中期去运营去碰撞的队伍 对 也是前面节奏非常快 然后想尽快拿下比赛的 所以这场比赛 有可能双方会在中期 就像两位老师所预测的 在中期可能会进行一个 平凡的碰撞与资源上的争夺 那正好跟现在这个版本的 快节奏也是比较相匹配的 这场比赛估计血腥程度会很高 特别好看 而且 EDG这个这种 它进去就肯定出不来了 就是团输了就肯定出不来了 是 就必须得打赢 那理论上 EDG是不是适合拿建模 没有撤退可言的建模的台词 但是建模这个英雄 还是它其实是不 它是拉扯的呀 你还一本分析我这个问题 我只是开个玩笑 想当了 因为没有撤退可言嘛 是吧 没事你可以继续 爸哥可以继续分析一下 这个建模这个点 就是是不是给 EDG拿起来 也会更好一些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因为建模这个点 英雄它并不是一波的 它要不断地进行 比如说进行位移 回血 然后拉扯的打 就是比较适合 就翻普拉斯现在这个情况 确实如此 那我们也进入到 这场比赛的召唤师下股 目前蓝色方EDG 红色方方普拉斯 EDG目前是0比2 暂时落后于方普拉斯 如果方普拉斯赢下这局呢 他们将获得最后一个 四强的门票 而如果EDG 他赢下这场比赛 他至少后面还有在争夺的空间 这一把 林伟祥也是换了一个思路 他这把带了一个致命节奏 没有走poke流了 这边上校来了 看懂我曲线的扣1 在20分钟到30分钟 这个时间节点 是更看好方普拉斯的阵容 其他全期看好EDG的阵容 全军出击 主要是滑板鞋加色提 这两个英雄下路压制力太强了呀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人敢 直接上来线上跟他们对拼的 是 色提其实在线上就能打过他的 在上路就 也没有 其实在下路其实也没几个 对 限霸这个是 尤其是现在这个走在辅助位置 带全能石的这个色提 摸了一个电型 在一级的时候真的挺舒服的 而且就EDG这把的 其实他的思绪 就思路很明确 我就是要跟你硬碰硬 而且现在野区入侵过来 还把多云币逼到了一个 比较不太好接战的位置 想先找多云币直接逼闪 因为缺乏视野的情况下 方普拉斯也无力争夺这个蓝buff 这波一拳设计 1DG这边很赚 直接把蓝buff拿下来 让小天这边 开野也是慢了一些的 慢了很多吧 而且他现在主要亏buff呀 对 现在要看EDG里边 中上的一个线权的情况了 如果能把线权稳住 然后让小天吃不到 自己加一个蓝buff 他们就很赚 而且现在EDG是利用 方普拉斯现在下野区 已经被入侵的情况下 色提不停地去找机会 色提这个英雄 他即使走在辅助位置 带灵光披风 以及海克斯闪现的情况下 他的闪现往往是不要钱的 可以上去就进行 召唤式技能的互换 对 而且这个英雄 还是比较吃海克斯闪的 就没有TP的情况下 因为不然的话 你可能从侧翼 或者后面是没有办法进场的 你只能在前面 把人抱走抱到了后面 然后将自己变成 一个孤立无缘的位置了 是 海克斯闪现 加上灵光披风的加速效果 再加上他Q技能加速效果 可以让色提快速地 接近于你对线的选手 是的 这波想要直接进行 一波482 但是这个视野已经 侦察到他们来下路的动向了 不过这边 维鲁斯跟垂神 还是一级的 升二了 稍微安全了一点 那这边直接拉回来 垂时垂时 垂时交了一个闪现 往后拉开 反正以后没有勾中 这边一血 由塞拉斯直接收下来 不过他自己是比较危险 扛了很多塔 叫这个闪现 直接拉开了 是 这波是一开始 Mako先扛塔 然后他用自己的W护盾 先挡一下伤害 然后再交闪现 我觉得下路这波还可以越 看一下后续怎么说吧 已经亮了一个TP 再越一波 维鲁斯只有一个进化了 进化直接交出来 正面万豪 反身一个W 但还是被塔 配合维鲁斯的伤害收下了 英米哥直接踢下来 小片来到正面 怎么说后续感觉伤害不是很够 相当不够 芒森还踢进去 自己是比较危险的 滑板线还在滑 有一个闪现 躲了一下钩子 所以是钩进来 厄运重摆摆三个 但是后续的伤害 红色方够吗 不够了 因为这个读音币 他没有蓝了 是 对 而且小天 那Q也是空掉了 那这一波下路 打了很久的一个持久战 然后最后是 FUN PLUS下路 两个人全部阵亡 然后换掉了 这边EDG的辅助 对 就是他现在 SKOT拿这个 换了一个英雄之后 他就是觉得 我就是要在前中期 打出强势的感觉 还击的话 这一把的话 他就只能 还是进行中路 一个压制配合 不能自己主动 去找节奏 是 而且我觉得 这跟一开始 换野区也是分不开的 就如果一开始 不去入侵 那一波下路的野区 干扰到盲森的节奏 以及让色提 这么顺利的话 这波其实也不是 不好跃的 是的 而且这 就跟我们刚刚 在分析CLS 这个英雄用途的时候 有点相符了 就是在前期 打一个快的节奏 因为毕竟他近战 配合猪妹 打被动打得很快 这样也是 让猪妹在没有六级的时候 他就具备了 一定的干扣能力 同时这里也是 收到了导播的提醒 我们插播一则 LCG的消息 T1这场比赛 在比武五中 是3比0获胜 这么快 很快 应该是EDG 是利用FUNPLUS 比较熟悉的包下体系 然后反江玉军 让FUNPLUS下半区 比较难受 是的 而且上一波 打完之后就是 下路四个人 每个人招式技能 都没有了 比如说后续 如果哪边 先对下路 有些想法的话 哪边是 几乎是 必可以抓到一个人的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EDG 在现在在下路 拿了 就是队友 这个滑板鞋 拿了优势之后 他并不能 就依靠自己 两个人的优势 进行 比如说压制 或者是找节奏 这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事情 但等会儿可以控龙 因为他毕竟双安组 有优势的情况下 入侵入侵 也去控一控龙 还是可以的 对 他这把就是 想办法就是 把前面的资源全拿了 然后强行打优势 只能这样子玩 是 对 刚刚也是 摇到了一个掠食者 强行过来 把眼排掉了 这边猪妹 已经一个人 单开龙 打了一半 那这个时间点 方普塔斯这边 是要把龙放掉了 确实前期的节奏 1DG这边 打得非常的快 那我觉得在 下午前方刷新 那个时间节点 下路应该会 直接换取上路 对吧 来争夺这个先锋 加快自己的前期 一个节奏 对 这个先锋 这个1DG 这把是不可能 让的 第一个 因为现在1DG 就是要贯彻 前期的碰撞 对 我全部都要 对 现在这个时点 主要是这个建模 跟瑞兹需要的 发射期会比较长一些 有时候他们现在 没有什么 很好的接穿时机 姐姐 现在就一直 在下半区活动 方普拉斯 有点难受啊 现在面对这个 猪妹以及塞拉斯 给的压力 对 就分款的给信 我正在路上 正在路上 对 偷的瑞兹的大招 直接开车到脸上了 瞬间五爆二 虽然恶语中摆 但是自己肯定要先行 命上当场了 看看后面还能不能 再继续一跃呢 林伟祥在塔下 瑟瑟发抖 五个人再次到脸上 鳄鱼收下这个人头 分开扛塔 做得也相当不错 这波我觉得 应该是 趁着林伟祥跟六星松 两个人的一个进化 跟需要好之前的 一瞬间开始动手的 也趁你病要你命 趁你没有召唤神技能 然后这波赶快来 抓一波 然后扩大自己的一个 经济优势 而且现在的独音币 就是因为 他是个中后期英雄嘛 这这段时间 他清线清完 他可能就没有蓝了 这资源也资源不了 而且他一旦就是 比如说自己处于一个 比较相对危险的位置的话 很容易就被对面的 被这个猪妹给 干咳到 因为现在猪妹 就是活动在下半区 对对扩大人 也是有威胁的 然后呢 就上路拿一个鳄鱼的话 他本身是有位移的 所以说也不是很怕 瞎子的干咳 对 这一波四个人来准备 动一下奥迪 后面有个万号 还在赶路 不过奥迪这个位置 感觉有点危险 兵线还蛮多的 还没大 这反手一勾 是勾到了 没口没口 这波挡勾是很细节 是的 就是 就是 方普拉斯知道 这个时候 其实就一个瞎子 甚至加上一个 瑞兹都不一定的 抓死这个鳄鱼 甚至就像直接 就想进行一波四爆而已 对 而且这波赛拉斯和猪妹 也是在上半区掩护了一下 下面是放两个 ADC solo 但是EDG现在这个节奏 它是不能断的 就是它只要一波失误 可能方普拉斯 就不会给它机会 因为EDG这套这种容错率很低 对 有进无退 所以说这个峡谷先锋 我就要赶快动 趁这个时候 随时还在家里面往处走 把这个先锋 看方普拉斯的意思 应该是怎么要直接放掉了 几个人是直接都没有 在上半区逗留 黄普拉斯现在也是表示 资源全都先让一下 跟这段时间比较强势的 EDG先避战 然后这时候猪妹拿了这个先锋之后 直接选择的避 肯定是要强行破这个下路 然后呢破完下路之后 换线去让鳄鱼去下路 然后他们再一起去推这个上路的塔 然后进行一个经济的滚血球 对 这样一换线本身让上路抗压的恶鱼也比较舒服了 对 确实如巴格所说 猪妹从家里出来先往下班去走 现在正面的经济优势是来到一个2000块 看一下这个先锋要怎样利用吧 你看就直接配合这个 赛拉斯进行 想进行直接推下了 而且就是在野区如果遭遇的话 赛拉斯的这个小规模遭遇战 是远远要强于这个瑞兹的 瑞兹现在这个装备 他要发育 很脆 是 就被控到就是必死的 而且现在中单瑞兹本身上的也不多 然后也还没有带余阵 带的是相位猛冲 前期的对抗性也不够 就是我现在不想跟你玩什么阴谋 我就是担着你的面 阳谋 阳谋 我就不玩阴谋 就是阳谋 我就担着你的面下去 对 是因为范姆拉斯下路三组 直接去了中路 等于说下路是直接放掉了 如果他们不选择守的话 二塔甚至有可能也会被这个峡谷先锋撞掉 而且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去投资 这二塔应该是B掉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去人 这种资源上的互换 范姆拉斯会很亏 非常亏 而且他们这次磨的不是中路塔的血量 而是上路塔的血量 推的很慢 而且就是在没有峡谷先锋的时候 这么多人拆这个塔 其实是收益非常低的 在人多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看性的加成的嘛 每个人都会加点抗性 对 而且这个塔 其实如果刚才如果 EDG再狠一点的话 让朱妹稍微再砍一下塔 保住这个峡谷前方 甚至可以再赚一头这个高地的这个塔 没错啊 刚刚提到朱妹 朱妹现在是在野区击杀了瑞姿 EDG现在节奏很好啊 下边是把二塔给换掉 而上面林伟强还在滋滋不倦的 A的这个双抗155的防御塔 A的头皮都发麻 我是觉得这会儿 方普拉斯节奏有点乱了 他们刚刚中塔放了很久 没有人来守 对吧 然后上路这边 维鲁斯一个人 这个塔到现在都还没有A掉 所以马上就要掉了 不过A这个塔的时机 下路这个小龙要掉 强行保 这波能落地吗 蓝色帮这波落地是不了的呀 因为你落地是个防御塔 后不高开了一个精神 还在不停地去滑 林伟强这个时候状态不好啊 这个车他敢上嘛 这个车他不敢上 垂直一勾是被左掉 但是盲森和朱妹妹都已经过来了 两个人双方迫不可 被色提一爆 同时一技能拉两个 反而多一杯的位置不好 被色提一个轰拳 再配合塞拉斯最后一点伤害 将其带走 还想继续追 闪现接Q技能 瞬间秒杀维鲁斯 大杀特杀了已经 然后这波再顺势吃一下 这个塔的镀层就很舒服 是 那么现在就是方帕拉斯 现在已经处于一个 比较劣势的这么一个情况 他只能等着维鲁斯 装备稍微起来 还有这个中单装备稍微起来 然后呢 找这个EDG的失误 其实刚才算是EDG的一个失误了 还好后面他们处理得非常好 弥补了 对 一开始踢塔没落下来 因为那个塔就一丝血了 对 就是当时肯定也是在想 没想那么多嘛 先踢了再说嘛 因为当对面 这是关注亮起来的时候 自己肯定也 肌肉记忆嘛 这可能就直接就点了 也要做出反应 对 那这波过后 EDG目前是领先4000块钱 在12分钟 这个是相当之多了 非常大的一个领先 这一场的话 龙魂的时间会来得非常早嘛 如果EDG可以 把下一条龙也控下来的话 龙魂这个时间点 方帕拉斯这边压力很大 而且当时他们的 C位装备还不可能成型的 因为他们现在发育太差了 对 就EDG现在一波都不能收 因为我觉得下个龙 这个节点方帕拉斯 应该还是没办法出来接团的 如果控下来之后 EDG拿到一个三条龙的龙点 等到第四条小龙的时候 方帕拉斯我觉得双C的装备 应该可能两件套还是到不了 如果之前没有发生 一个大规模的团战的话 因为他现在经济差4000 这个太多了 就所以说到那个时候 应该还是EDG整体的 一个装备领先嘛 他们可能当时就人均两件套了 然后打一个一件半的 一个方帕拉斯 我觉得他们在那个时候 如果提早拿到龙魂的话 他们这把结束比赛的 几率会比较大 如果在运营上没有出问题的话 是 对这场EDG还是要 在激进中还是要稳妥一些 总体来说这套阵容拿出来 就是想去寻求前中期的碰撞 而且一开始入侵下野区 让芒僧前期的节奏不好 也帮助了EDG去反复滚下路的雪球 是的 后扶这边是一个全场最高的经济 然后第二名是自己家的中单 然后领先了第三名的林远祥是有一千吗 他 一千 一千六 对吧 一个六千七比一个五千一 嗯 他现在滑板鞋个人的经济领先的有点太多了 这波想越一波胜 超级肥 是 想越一波胜 自高的强度拉一下 野猫开大面 直接劝退 现在对于方普拉斯来说 就只能进入一个发育的阶段了 他只能就想着EDG尽快的把节奏就是没有那么快 嗯 如果直接就空龙先锋 然后再持续地给他们压力的话他们可能有点顶不住了 就想着快速清线然后守护防御塔 是 峡谷先锋要出声了吗 对 马上就要那个 那方普拉斯现在 截不了啊 对 肯定是截不了 而且这个先锋很有机会来把这个中路的这个一塔撞掉 嗯 本身中路一塔的血线就一般了 对撞掉之后等于说他的瑞姿还有他的剑魔就更没有地方去发育了 对然后这条小龙也马上刷新了 等这个小龙一拿等于是拿到了就是 前期所有的资源 对我全部都要 对 这个还是下路的血球滚起来之后对于整体局势的一个影响 本身下路也去一换 然后卡里萨前期优势不停地塔下去 月塔杀人 拿塔转线换资源 这让方普拉斯无暇顾及这些中立资源 对 不过ETG这个阵容还是要像刚刚巴格说的一直进攻 因为他们只要让方普拉斯发育起来的话 他们其实阵容在后面大家装备都差不多情况下是打不过的 因为ETG这个阵容其实就是一个前中期的阵容 他们后期是没有什么保证的 特别是这个版本 就是说优势之后闪金很高 只要一波失误给对面机会 这个ETG可能就直接就没了 是 所以说ETG要稳住才可以 那这个闪金机制确实让 无论说是RUNK还是职业选手都在这个比赛中马虎不得 对 其实ETG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说他们会打的就是比较小心 这波像五包一 五包一奥迪 爆破果实能走 往后也到旁边 大招踢回来 最终是瑞兹收获这个人头 但是与此同时中路也放下虾股先锋了 这波在上面的投资人力成本太高 对可以再保一下再撞一头 然后回头去拿这个小龙 因为下路的兵线已经在上高地了 这边必须要派人去守 然后中路这边的兵线 方普拉斯压力很大 这个小龙又是争不了的 是 对因为鳄鱼马上就要复活了 虽然它是个没有大招的 但是其实散播方普拉斯也是交了很多大招的 所以说这条龙是不可能守的 所以这种方普拉斯做的举动就是硬换资源 是吧 我强行吃一点人头 对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上单选手 就是特别的有感触 就是说在 怎么说 就是以方不可能拿到这条小龙的时候 就是队友会大概率的选择抓这个上路 深有体会 对深有体会 究竟是 对方会疯狂的在放弃小龙去抓上路 还是说对方喜欢抓你 不对 就是因为局势的选择 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鳄鱼他要觉得自己是吧 有异有伤多安全 这都给你抓死 这根本就是作为一个上单选手 我们现在看到是上帝视角 对吧 但是作为自己上单的话 你就会根本就反不胜反 那说到上单的这个处境问题 我正好想问你一个我很感兴趣的问题 之前我看有个视频 好像你的英雄都被大家傍晚了 最后你那一局选的啥 就有一个视频就是怎么狗熊使得全被傍晚了 我那把玩的是万豪 然后打得很扎 对面拿个瑞文直接把我给教育了 这里伊丽街还想在上路逼迫一波这个防御塔 抓金共试甲拿防御塔视针 斯卡尔特这里有走位 他躲过了很多的技能 芒森这里是没有Q的 所以一个大招踢过去 没有Q接后续 这波放不下沉伤啊 闪现一脚直接打断 斯卡尔偷着这个瑞兹的大招 但是没有后续的伤害可以跟了 对吧 而且芒森的闪现也是用掉了 这波还是想 这个杀这个塞拉斯 但是回家直接踢出来 不给你机会 回家还不给你吃炮车啊 对 而且这波瑞兹要自己要很小心 就是塞拉斯是有闪现的 突然就闪现直接贴你脸的话 是被贴到就完了 是 你现在这个瑞兹的装备还不够好 拉打能力还一般 现在才一件 这个塞拉斯已经两件了 对 并且还有这个水衣鞋 不太好控的 但是现在三条龙在手的一滴气 后面三分钟 只要他们不犯太大的失误 就可以拿这个小龙做B团 对 要看一下刘青松里面装备 他应该是想做一个干锅的 对吧 团战时候可以解一下这个 中美的一个大招 或者是万豪的一个控制 所以说如果下一条小龙之前 他这个装备能做出 而且EDG没有察觉 然后先手机能放的会稍微 就快了一些的话 有可能会被这东西规避掉 然后导致他们这波正面团战 不会特别好打 所以这一会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而且这把其实刷的是火龙魂 其实对EDG来说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他们本身是一个要强打的这么一个阵容 如果再给他们补一点伤害的话 他们就是就更舒服了 对 这套阵容本身就很吃面板伤害 对 在前中期如果再有火龙这种补足的话 确实 而且他们的阵容打到一个中后期会比较缺伤害 这也是可以给他们补充一点中后期的一个能力 还是要在小龙刷新前 先拿上半区的资源 上楼的塔已经EDG一二再再二三过来了 这个TP 这个TP感觉白给了 落地的是多音变 鳄鱼已经率先开大了 大招能进去吗 想上车没上成功 被Maker控制住 而且这个时候是金贡也踢下来了 那这个位置直接连死两个小线 这个位置也是走不掉的 这边一个闪现 可以顺势拿大龙 可以直接拿大龙啊 而且这大龙一拿这个火龙魂也刷新了 是吧 是 这就是上半野区的事业 EDG牢牢掌控 导致FUNPLUS对EDG这个包上的举动 是没有察觉的 直接TP白给了 我觉得这一波音变哥的TP 可能是交得有一点欠考虑了 但是他下来之前 对吧 已经看到了这么多人 后续公子哥的这个传送 我觉得是可以稍微不用交的 还想留更多的人 灯笼是扯回来另一位墙 暂时是追不上了 但是这个大龙是可以由EDG成功收下 这一波也是FUNPLUS 不是FUNPLUS 就FUNPLUS一个失误 然后加上EDG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决策 然后这样那个EDG在上路 直接拿到三个人的恐怕 顺便收了一条大龙 是 你看这个时间 直接没有直接亮 回家才亮的TP 我想看一下建模这边传送量的一个时间 要下来的时候 最后还没亮 这个显眼点建模亮的一个传送 我觉得有点没必要 当时从建模的视角来说的话 他当时可能只有看到两到三个人去包这个瑞兹 所以说他就踢了 其实后面在他视野看不到的地方 还有人在身后 所以说他死了 是 最后就变成这种添油战术 对 一波一波添进去 瑞兹再次被Scout的塞拉斯抓到 瑞兹现在鬼术还没有做出来 打不动他的 但是 这一波趁着塞拉斯技能CD的时候 也是追着稍微打了一下 塞拉斯还是稳了一手 因为如果 因为没有视野 没有视野 如果后面有个瞎子的话 这波塞拉斯白给 他的闪金 现在是多少 我看一下 因为他现在比较重视这条小龙的节奏 对 如果他死了 小龙不好说 对 可能会有风险 因为现在小龙魂对他们来说 等于是不可能是要犯的 没有任何压力 EDG可以收下这条火龙魂 22分钟 等于是EDG在前20分钟 把就所有能打的资源 第一时间全部拿下 这波火龙魂拿下 EDG是继续可以去入行野区 做一做视野 然后再尝试单抓 他们这道阵容 卡里斯塔 包括这个 书妹 都是很好去单抓的 EDG的经济 现在领先了 8000 8000 也就是说 对EDG来的时候 还是比较安全的 是吧 对 没有更高 算是一个安全范围内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稍微处理一下兵线 靠兵线过来给压力 来磨塔就好了 因为EDG这个阵容 他的手比较短 他的推塔能力不强 如果强性去A塔的话 有可能被直接维鲁斯 或者这个 随时盲僧这样英雄 开一个先手 是 不过这边 方不怕是选择 去抓一下下落鳄鱼 中的边直接放出来了 又是建模的一波 落单 建模想起先找鳄鱼 兰自己苦马 要率先备秒了 建模先备秒 王僧也倒 所以此过往后拉一下 但是林伟祥 感觉也只能去撤回到泉水了 对一波了呀 是 其实这个时候 杀掉三个人 算只有23分钟 但是我觉得守不住 这应该必守不住 剩下一个赛了双人组 双人组 无力防守啊 是的 又是拉到泉水 思考他泉水中 开了一个金身 你们鳄鱼中摆了 还OK 拉出来吗 维鲁斯是将其带走 这波EDG 应该要加快 自己的推塔节奏了 对 应该再做拖延了 是的 还想拖延 还想强行杀人 EDG今天打的脾气很大 那我们要先恭喜一下他们 在这场 对阵方不拉斯的BO5中 将比赛扳回成1比2 是的 恭喜EDG 然后在 边边先拿到 两个赛点局的时候 扳回了一局 这把打的也是 非常的整体吧 我觉得这一场 EDG是没有任何失误的 从一开始的一个 进远区 对 进野区 然后到他们后续一个运营 是完完整整没有给方不拉斯 一点喘息的一个机会 就算在向龙那边的时候 有一点点小的一个失误 然后被自己的瞬间的一个 团队的沟通给弥补回来了 因为在那个TP 就卡掉的一瞬间 已经发现了 其实自己的腕豪在侧面 队友都已经赶过来支援了 确实如此 这场比赛 其实当时BP的时候 咱们还有过一些讨论 觉得拿这个塞拉斯 去替换掉黄金 似乎觉得 还有点存疑 但是随后一滴一滴 整体节奏非常之好 就是像爸哥所说的 我就是一波一波 不犯失误的情况下 我找你打团 一直跟你打架 不让方不拉斯 在中期有任何接战的能力 对 就是从他 就入侵野区开始 就是说 我就是想 我想干什么 我就能干到什么 对 我就是要打卡里斯塔 以及色体的节奏 然后我就要滚下路的血球 所以我一开始 就要强行入到下半区野区 其实咱们就他这个阵容来说 强行在一级入侵的时候 他们这个一级团 就阵容来讲 本身不是一个很强的一级团阵容 对 但是他们就是打的是 比较的果断 打的比较果敢 然后一直把下半区的节奏 扩大到了两条下骨结封 同时利用这条下骨结封 为他们攫取了 极大的防御塔资源 帮助一滴击 整场比赛 节奏都是顺风顺水的 而且就是射体这个点 对于下落月塔 是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换任何一个辅助 都不可能像射体这样子 砍塔人多砍那么一两下 毕竟这个盾很厚 对很厚 而且本身在线上有控制 也有输出 下落的压制力又强 所以这套 我觉得EDG在先师两盘的情况下 第三局这个辩阵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成效的 对 这把的一个 这一取向也是一个 典型的滚水球的取向 Scout也是打出了 成效最高的一个伤害 我觉得这一把的一个伏笔 可能从一级团内国入侵 也是就埋下来了 因为你看第一时间的时候 EDG四个人 他们是收缩的阵型 收缩非常好的 导致DM一个人在侧面漏单了 他是一级的时候 直接把自己的闪现交掉 然后到后续的时候 他其实在推线 或者是游走方面 都会比Scout这边 自己更加小心一些 对 就要弱很多 对 所以说他前期也是让Scout这边 有更多的机会来游走了 这已经是第二波了吧 第一波第一波 第二波是有大的之后 这硬抓你 这波是五波 对 看起来好像是回放了 谁这样并不是 只是两边一模一样的策略 这里应该是 就是朱美抓的那一波 对 他现在利用偷的维鲁斯 大家把这边的瑞兹定住了 赛拉斯在前中期 他就是小规模团战 就特别厉害 就是比如说 就这把就是 瑞兹动不了的最大原因 就是野区根本不可能赢 这个朱美加赛拉斯 对 而且他主要是一系团的时候 他被打一个闪 那波对于瑞兹很亏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这把的方布拉斯 他们整体发育太差了 我应该是等到 游戏都结束的时候 瑞兹还没有出到一个鬼书 等于说 在正面没有简直到情况下 这个赛拉斯的一个 团战中的回复 没有人可以限制到他 而且这条龙 其实也刷得非常友好 火龙魂 对吧 对于这个EDG来说很需要 对于这个阵容 是一个很大的助力 对 好 我们也看一下赛后 这个选手的 打赏军人气势力榜 我们看到EDG的 杰杰选手 是成功的反超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咱们的互动观赛系统 为你喜欢的战队 和选手们加油点赞 前三甲 受到大家喜爱的选手 分别是 林伟湘 DWINB和CRISP CRISP底下的 还有一个口伤破撕 反向撕破伤口吗 点在前面 点在前面是吧 反向把这个伤口撕破 好 这场比赛是 FUNPLUS 目前是被追回了一局 所以下一场比赛 理论上选边群 应该是要落到FUNPLUS这里了 先看一下这场比赛的MVP 夏拉斯吗 没问题 没跑了 伤害转换率 1.18.4 也算很合格 伤害占比非常高的 那算是6 而且参团率也是很高的 前面几波节奏 也是跟自己的打野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合 整体上EDG这场比赛 还是赢在整体的这种团队节奏上 是吧 Bug也反复的强调 就是EDG这场比赛 没有犯基本上一次失误 对 一次失误 他可能就要断送 就是这次的季后赛 是 或者至少断送 这场比赛的一个节奏吧 对啊 因为这场 如果你断一次节奏 可能吗 可能 对对对 可能 确实 Bug还是稳妥 果然是老上单了 比较稳健 下一场比赛 因为是方普拉斯 优先选一遍 同期觉得他们可能 在红蓝方面是怎么选择呢 第一把方普拉斯 优先选的对吧 对 第一场方普拉斯 是选的蓝 我觉得选蓝色方 应该会好打一些 因为他们毕竟 已经用了两把counter位了 但是都已经出了两个瑞兹了 对面也是 可能会察觉到 方普拉斯 怎么会用这个counter位了 所以我觉得下一把 可能他们选一个蓝色方 然后先抢一个英雄 对他们来说会有一些改变 而且可以比较好的 去克制EDG 比较喜欢蓝色方这一点 那也确实如此 我们收到消息 方普拉斯 在优先选边的情况下 他们下一局 优先选边蓝色方 那下一局 究竟是方普拉斯 可以把这场比赛的选择杀死 还是说EDG 可以把比赛 拖入到决胜局呢 咱们稍视消息 一起期待